这个女人刚被哥哥收养,美丽的嫂子就接纳了她,可每晚她都能听到隔壁房间,传来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,这天她好奇地爬了上去,却看到了让人震撼的一幕,她不由自主地拿起灯泡,然后取下了上面的盖子,可是一年时间过去了,嫂子还是没能怀孕,于是她选择了离婚,家里从此只剩下金莲和拖拖,两人在长期相处中,慢慢产生了独特的情感,这天金莲向她表明心意,有些事情就水到渠成了,此处省略三十秒钟, 三十秒后金莲怀孕了,两人都惊慌不已,因为担心被人知道,拖拖就把她送回了乡下,让她在那里养身体,直到孩子生出来,可没有拖拖的陪伴,金莲感觉非常孤独,每天都以泪洗面,由于一直等不到拖拖,她就准备自己去找,身无分文的金莲靠着乞讨,一路来到了镇子上,她向搬东西的大叔求助,可大叔让她赶紧走,说自己的晚饭还没着落,这是一个钱包掉在地上,金莲捡到后赶紧送回去, 只请求女人能捎带她去港口,到港口后金莲又犯起了仇,因为她没钱买船票,于是她趁没人注意,悄悄溜到了货船上,又慢慢混到轮船里,她带着孩子藏在甲板上,躲过了第一波茶票,随后金莲来到船舱,想要找一个没人的空位,可她坐下没多久,就又迎来了第二轮茶票,没有买票的金莲被带到了办公室,管理员问她为什么不买票, 船员说她想坐霸王船,金莲眼泪汪汪地讲了自己的遭遇,可安全员却不想听,因为每一个逃票的人,都是这一番说辞,借着他们搜了金莲的包裹,却只找到一部陈旧的老年机,可这压根不值钱,船员们凑在一起商量,眼神时不时地瞟向她,随后安全员让人把孩子抱走,说现在给她两个选择,要么立即被扔下船,要么用其他方式支付船费,金莲立马懂了她的意思,船员们似乎料定她会点头,麻溜地排好了长队,